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輪的賽事 今天的電台是《公平貿易咖啡能有再附近》 由正方、那莎書院對反方、藍田、聖保錄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面緣 正方主編為楊淳同學 正方第一副編為陳敏謙同學 第二副編為楊光耀同學 第二副編為蔡文謙同學 而反方主編為陳月琦同學 第一副編為莊錦儀同學 第二副編為簡正儀同學 第二副編為莊晨禧同學 第二副編為莊晨禧同學 他們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王君豪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入夫書院辯論隊前隊長莫曉儀小姐 以及華英中學辯論隊教練何嘉詠小姐 比賽即將開始 本場比賽分為主編 台上發問 一副 二副 台下發問 結編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問發言時間為4 3 3 4 每位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 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也就是丁 介時主席也會舉起一丁字牌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 介時主席也會舉起兩丁字牌 過時15秒 則會有三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丁 介時會有三丁提示 三丁提示 並且會舉起三丁的這個字牌 介時本人將會打轉便緣的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在這裏我需要重新告訴雙方同學 雙方邊緣是有責任去留意主席的舉牌示意 明白到到時比賽的時候 可能會有跌聲的情況 所以希望同學都可以在發言的同時 去留意主席的螢幕 跟著賽規是不接受 以聽不清楚鐘聲作為理由而去申訴的 詳細的賽規早前已經發佈給雙方的參賽同學 請問雙方主便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的疑問呢 如果是沒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比賽就會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cease be that bear 可以 請再次評判 seriousness 大家好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 咖啡是白紙中價仁置於石油的貴重出口商品 而整個咖啡產業鏈由中織、運輸、批發、控陪到包裝 每年收入都高達800億美元 然而受到資本家產賣期貨以及咖啡企業的剝削影響 咖啡豆的價格會報起和報跌 每一磅咖啡豆都只有0.15美元能夠內入咖啡籠的口袋之中 它的警方令第三世界的農民處於日不孤之 三餐不計的貧窮生活之中 而今日便提中的公平貿易咖啡 自助保護勞動人權、生產者利益等等 若果需要領取公平貿易的標籤 咖啡農場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一、發售公平貿易商品的公司 這些符合公平貿易認證的標準 並且申請成為特許銷售商 才可以使用公平貿易的商標在自己的商品上 二、公平貿易會提供最低收購價 淘寶咖啡農能夠從每磅咖啡豆之中 賺取至少1.4美元 三、他們需要預留足資金 給種植技術上的資助 四、國際公平貿易的組織會提供資助 何況至社區發展金 建設咖啡農所在的社區 例如醫院、學校等等 而變態之中的副品 根據亞太經合組織指出 是要通過政策或資源調剝 讓貧窮人士能夠自力更新 自給自足 整體社會大致可持做的經濟狀況 而今天的行量變態成立與否 又看公平貿易的咖啡 能夠讓咖啡農作造上述 自給自足的可持做經濟局面 而何方雜成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提升小農收入 和普收支平衡 以2019年的巴西為例 當地的農民總共買出了 265萬噸的咖啡豆 儲下來每人每日能夠至少生產4.2磅 以原先咖啡農的收入計算 他們每日可以最多賺到大約0.6美元 而世界銀行指出 巴西貧窮人口的平均支出為3.2美元 收入足足差距支出超過5倍 相反,如以卡爾頓大學的資料來看 咖啡小農每日能夠至少賺取3.6美元 收入高了接近6倍之餘 它已經可以有0.4美元作儲蓄之用 究竟哥騰根大學在烏冠大學研究證明 公平貿易認證讓農民增加了30%的收入 到現時,全球已經有接近150萬名公平貿易的咖啡農得到收益 在2018年,公平貿易的咖啡 已經獲得了8億3千萬美元的總收入 由此可見 公平貿易的咖啡相比在以前 不能夠賺到生活所需 並且能夠讓農民維持生活 做到自力更新、自欺自足 第二,社區發展金額去動社區發展 扶貧除了要看錢之外 還應該要審視社會的環境 公平貿易的咖啡未出現之前 由於咖啡流的利潤很低 有了彌補家庭支出的差距 不少咖啡農都要求家中的小朋友絕學 以同工的身份幫補加計 然而,當下一代錯過了讀書的黃金時代 他日以知識脫貧 向著流動的機會就會因此減少 還有一代又一代的咖啡龍二代 就只能夠內入無限被剝削的場環之中 另外,公平貿易所產生的有超過30%的款項 都要用在教育、社區服務、職業訓練、生產設備等方面 透過生產資本的增加 小龍開始有機會能夠發展規模經濟 提升生產力和實際的收入 不僅能夠滿足當代人的生活所需 當家裡有閒錢儲蓄 對下一代的教育自然就能夠增加 對下一代繼續讀書 不需要剝削下一代以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 做到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 就想問有方同學 當農民的工資提升了 能夠做到收支平衡 是否成功扶貧的表現呢? 定義說有方同學認為 將每一個國家都做到好像美國、英國這樣的經濟大國 每日平均支出165美元才是有效扶貧呢? 多謝各位 另方主辯發言,無消息,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清楚的 可能反正你一會兒發言的時候 雙手都可能要顯示在鏡頭 非常之好,如果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是,定 主席,評判,聚聚各位,大家好 好,公平貿易咖啡由88年開始實限 然而時間34年,依然規無勢,貿易量低 直到今年公平貿易咖啡只是佔整體的5% 以聖拜克為例 即使早在00年已經成為國際公平交易標準組織成員 但事實上,他們的咖啡只有2%來自公平貿易 可見,公平貿易在市面上並不普遍 甚至針對貧窮問題 貧窮國家例如艾塞比亞、韓拉和坦商尼亞的賤比 只是不足10% 難道就是郵方所說的 針對貧窮人士幫他們脫爬嗎 事詳細,沒有針對貧窮地區 故此,蘇格蘭經濟學家 較當司馬都同意 公平貿易就是沒有助扶喊 改善不到他們的生活 因此,郵方要靜立變態 就要認證到公平貿易駕匹 實際上是可以幫助他們 短期紙困、長期議員 是要幫助他們邁向智利更新 我反對變態,原因有異 第一,亦不夫知沒有辦法保障農民 因此,合作社會名農民一市場價格波動、食錢 所以在11年設立了每磅1.4美元的固定底價 但事實是,不論公價是高過還是低過底價 農民都沒有辦法低逆 根據農友市州計交易所的報告 近10年來的咖啡交易價格 最高點是今年的2.3美元 但高過底價的收入並不是農民和財 而是有合作者全球收回 導致他們的收入下降 增添扶貧難度 而最低點是2019年 含1.02美元 差價只是0.02美元 對於年產量,不過1萬磅的農民來說 即是可以賺多200元 另一邊,未記行政成本 那些農民還要付2,100元的認證費用 做了要12年才回到本 除了底價補載不到他們的收入外 他們還要遵守公平貿易原則 要付出價格外的生產成本 就好像美國弄業部禁錦 貿易原則是禁止他們賺書和用農藥 需要價格靠入先進的器材 增添淫手進行收價 又用更多植物防蟲 難怪美國加州大學研究都同意 在公平貿易下,行政費會抵消 甚至超越所獲的利益 說明有方,公平貿易是否會令農民的收入 又不付之的每房月下 在賺到錢之前得後進財產呢? 第二,利潤被殘,抵屍後期 地主農民無法受害 公平貿易的利潤會先給合作者 再轉去小農,再轉給員工 事實上,合作者運中毫無監管 究竟有多少是落到小農和員工那裡呢? 利潤上,將固定地價給小農之後 合作者只是將剩下的錢 撥入社會發展金 但事實上,合作者怎樣用的錢毫無監管 生活財州立大學做理教授 可能是自出 大部分利潤會用了輕建合作者的辦公室 或者評審工作人員 甚至國際公平貿易組織 2020年的聯報都指出 利潤只有一%會用作社會建設 對地主和農民的生活毫無改善 再看員工 由於地主的利潤已經被壓折 所以哈佛大學博士奧古丁斯都同意 為最大發展金利益 他們只會和農民簽短期合約 薪酬過低 除了員工的利益 農民的生活因而不受保障 如何扶貧呢? 最後想問有方 成不承認要達到扶貧 應該要幫所有有需要的咖啡生產者呢? 承認的話 公平貿易咖啡怎樣做到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政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時間都一樣 限時到達前十五秒 會有一丁提示 也就是丁 加時我亦都會舉起一丁字牌 時間到達會有兩丁提示 也就是丁 加時亦都會舉起兩丁字牌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政方主便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按發言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的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又請政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主席評判在序 有方便一出來跟我們說 農莊是會剝削這些農民 所以中間會有一袋的費用被蠶食 所以最後落到農民口袋裏面 就會有行政費大大超過收入 所以就會令農民收入沒有上升 但有方看到的數字是什麽呢 認證費每一磅除開都是0.03元每一磅 然後根據卡爾頓大學的研究 也跟我們說 最後要扣除了有方所說的 那麼多的行政費 那麼多複雜的費用之後 最後落到農民口袋裏面 都是0.85美元 所以有方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們交代過 究竟成本開支的數字是什麽 減到什麽成本 才會落到有方今天跟我們說的 行政費用大過收入的這個數字 所以今天看到是想請有方 跟我們交代清楚 究竟收入會少了多少 以及交代每一個細項是怎樣 以及計算的程序是什麽 才會得出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行政費大過收入 所以收入不會上升的這個數字 多謝有位 反方主編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另外也想提提評判 分子的Excel下面是有各個評判的名字 剛剛有評判反映到可能有評判 就寫錯了分子 可能要留意一下 謝謝 謝謝 好的 死麥 tud 那句不 DID 聽得清楚 certificate 準備 準備 現在請 反方主編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的示意 OK,可以 有课论清楚 我再和你们说回 根据纽佑士州交易所的报告 及10年来的咖啡交易价格 最高点是今年及2.3美元 但是那个地价的收入并不是由农民和取 而是有合作者全球收回 导致农民的收入下降 增添他们的扶贫难度 而最低点是19年 瓶1.02美元 差价只是0.02美元 对于年关产量 不过1万磅的农民来说 只可以赚多200元 但是另一边还没有几行政成本 那些农民还要给2300万的认证费 最终12年才能回到本 生命有方要怎样帮 多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派出位台上面要发问 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是 GREEN CALK prepared 骰麦驰麦 是 听得清楚的 准备后清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要農民自立自足 我們今天的立場是一樣的 有方就說到他們要還書費很多費用 你們又怎樣幫他們 整方主辯 整方主辯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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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正方主编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正方主编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这些费用根本就不是由农民出现, 而是由合作写出的 我们现在看的只不过是一些钱在农民那里是否可以帮助到他们的生活 我们也都看到了, 其实农民的收入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提升 例如在乌干达他们提升了30% 而且在一些, 例如在埃塞尔地亚之类的地区 他们的收入也是提升了不少的 而且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的各种运输费等等 难道他们这些运输费在无公平的价格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吗? 其实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出现的时候 当这个运输费和各种行政费用是可以减少了六成的话 有方同学这样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而且我们现在看有没有客户负负 其实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赚到钱 我们也看到他们建了很多的学校, 建了很多的医院等等 难道有方同学这些完全都看不到的吗?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长, 各位大家好 先多谢有方出品一出来就跟大家说 成了公平贸易的咖啡比传统贸易的咖啡更能提高农民收入 有方同学又承认了我方的标准是对的 所以来到一半的位置 我会用收入方面和社区发展方面 来複释有方同学的两个论点 第一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说 有方的受众群太少 其实有方同学就说很少人受惠 有方同学又没有交代 那么我分日怎样可以满足到有方的要求呢? 到底超过几多万人才叫多 低过几成的国家才叫少 麻烦请有方和离青 更加何况 根据东方消费者行销资料库以ICP统计 2008年全球有250多万的咖啡小龙处于饥饿不饱的生活之中 现在的公平贸易咖啡仍受商指出 全球已有14个国家 150万名啤龙和东人受惠 足足涉及全球过半的频道咖啡龙 帮到过半数人都不顾有客 到底多少成才叫有效呢? 刚才有方同学又说中间组织的食水太深 有方同学说农民所得的收益 是会由每磅1.4美元 就被中间组织左分点右分点 之后落入农民手中每磅很少钱 其实到底中间的钱 有方同学我方已经问过你 你有方同学又不回答 其实中间的行政费是多少钱 怎样减出来 有方同学再解释一次 怎样减出来的数 另外有方同学说 可能会有中饱私囊的情况出现 首先有方同学 你可不可以举出中饱私囊的例子 有方说又没有 所以有方同学举出一个例子 涉及金马在什么地方出现 可以通通解释 除了我方转换的收入提升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收益 比如说董事会席次入面 农民就占了足足一半 从以前勞资双方的九钱 永远都是资方成为最大赢家 到现在农民都有发言权 可以为自己争取权益 难道这些由欺凌到一半发言权的准备 都不叫做有效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个人农民层面 令收入升幅有三成 令人占比有六成 所以在个人收入升幅方面 已经确立了 可以自给自足 我们不妨来看看社会方面 在社会方面 有方同学说 职业成效不够大 就是因为有组织 没有给到社区建制基金 就是很少建制基金 所以是没有效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乘了两点 分别就是扶贫不单止是 只有收入的数字 非金钱数字都可以扶贫成效 第二就是有三成合作社 有为社区投放资金 但我刚才用错的资料 这个是三成 但不是三成的资金 不是全是三成合作社 给到这一笔的本项 其实呢 其实现在 在埃塞来比亚那边 可以用到五千多位小孩子 游书可以到 另外呢 就可以令到庄园 虽然减少 避免造成三千多人死亡的惨剧 其实令到很多人 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 所以今天你应声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负面发言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但刚刚正方第一负面 在发言的时候 说了percent这个字 那是外语来的 那就请三位评判 在分子上面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负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我示意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是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 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听 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的主辩和一副发言之后 发言今天有方的立场就是要自力更新 其实我方刚刚在正方问答的时候 都问过有方 究竟你怎么可以自力更新 我们看到他们又有认证费等等的费用要 甚至是我们去到合作社都要被人摸索的时候 有方就是说到很美好的 但究竟整个过程是怎样 有方从来都没有论证 其实今天有方的标准就是很不清楚的 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成效 但推论过程就一点都没有 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公平贸易运作的不清不楚 因为有方跟我们说很奇怪的 合作社可以一起分担费用的 但有方不明白了 现在是那些农民给钱给合作社 为什么无端端变成了合作社主动给他们 一起分担费用 更何况合作社不是政府机构 甚至有方都说 合作社是要去问农民 其实都要拿钱来做一个社会发展基金 我想问有方 究竟怎么变成了合作社可以资助农民呢 那农民就变成了自己给钱自己养自己 其实今天有方又跟我们说帮到很多人 有方跟我们说的数字是150万 其实有方有没有看完整个材料 其实根据国立台湾示范大学对公平贸易认证系统调查都指出 所谓150万个农民的数字 是包括茶叶龙、可可豆龙、咖啡龙等所有农民 甚至公平贸易基金组织自己都说 全球总共有2500万个咖啡小农 我想问有方 今天这150万个是帮到多少呢 如何足以扶行呢 之后有方就跟我们说社会长远的发展基金 但其实今天有方就跟我们说可以建设计学校等等 但究竟多少钱是放了下去 我跟主编跟他们说得很清楚 现在其实他们一开始还要剥削了 甚至是我们拿了这笔钱去建办公室 去交那些工资 所以其实今天有方自己都论证 都没有回应究竟这些钱是否合理使用 那么何况国际公平贸易组织20年的年报都说 那么大笔钱的利用 原来只有1% 1%的基金是会放在社会建设上的 想问有方 那么单靠这1% 怎样可以扶到贫 怎样可以做到有方所说的自力更新呢 既然在公平贸易底下 不浅不清不错的被人用了 那为什么不应该留给自己用更加适合呢 其实今天有方就跟我们说 增加就等于扶贫 但有方先解释清楚 公平贸易的咖啡做的 从来都只是设立最低收购价 避免受市场波动而影响 而不是增加收入 因此阿拉比卡的咖啡的创办人都指出 他们加入公平贸易之后 每磅咖啡是1.3美元 但当时的零售价是12美元 足足低于市价超过9倍 那有方口中的收入增加 就是收入微乎其事的时候 还要支付这笔认证费吗 所以今天有方正在做的 究竟是不是扶贫 还是越帮越窮呢 多谢各位 请订阅 请订阅 正在座位,比賽由中長,不妨從便題字眼逐一拆解 梳理一下政辦雙方論點 先講第一,我們來看扶貧 其實有方說到尾,都會跟我們說 因為有行政費有認證費,所以收入就少了很多 但不明白的是有方法自己也會說 其實如果行了這個公平和咖啡之後 都少過原本的價錢,還怎會有人進入呢? 更何況我們見到聽來聽到的認證費和行政費 但美國加州大學的數字同一方說 每一磅的認證費都只是0.03億元 如果有方式計數,都知道1.4-0.03 減極也就是1.37的時候 請問有方怎樣可以去到有方口中所說的 少過原本的數字呢? 更何況是有方今天都沒有跟我們交代清楚 究竟數字是少了多少,會少到什麼地步的時候 反方跟我們交代清楚 所以顯然易見的是今天有方立論基礎都沒有 根本就不成立這個收入會少了的問題 而且有方今天又跟我們說設備會增加成本 所以就會令到它的收入又會減少了 但我們見到的正正就是有方跟我們說 就看到原來以前沒有公平的工作之前 農民是不懂得分級 甚至連基本的發酵處理的設備都沒有 重量不重則要殺價給廠商的時候 這不是有方想見到理想可以持續發展的情況嗎? 我們見到正正在有公平貿易基金會之後 我們見到可以有更多的培訓 可以確保安全生產 幫助我們自己更新 有個可持續發展的時候 想問有方這些不是叫做自己更新 不是叫做幫助他們發展的話 又是叫什麼呢? 所以正正見到的是 最後經過培訓和購入設備 質量沒有了量又多的時候 就正正可以增加到他們的收入了 有方跟我們說有些國家幫不了 例如是肯尼亞 但是有方跟我們說是整體的平衡數字 那些人甚至有些都不是在咖啡的時候 麻煩我跟我們對方清楚 究竟肯尼亞這些國家的時候 整個整體平衡數字是否等於全國都是中咖啡 不是的 看到的是原來那些人都不是在咖啡的時候 公平不是咖啡又如何幫到他們呢? 所以看到我們今天有方的資料根本沒有錯誤 更何況我們就去一萬步看雲工的數字 看到全球雲工的數字有150萬受惠 有方跟我們說其實不是咖啡糯 但是我們看回全球公平組織的資料說什麼 他說咖啡糯和咖啡的工人是有150萬人 所以不明白究竟是有方的資料錯 還是我方的資料錯 更加更甚的是有方跟我們說2500萬個咖啡糯 但是更甚的是我們看到2500萬個咖啡糯 有包含富裕國家的咖啡糯 所以堅然意見的是今天有方2500的數字都是錯的 我們看到真正有需要 有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咖啡糯 是說只有250萬而已 全球有250萬的需要的咖啡糯 而150萬如果也算是沒有成效的話 想問有方過了一半有150萬 全球只有250萬個需要的 想問有方這樣也不叫成效 不叫廣泛 有什麼國家是做得好的呢? 所以想請有方跟他交流分數 那什麼叫廣泛 2至150萬有150萬人幫助 叫不叫做有幫助 最後我們看公平不來的組織 說的是今天有方承認的負貧 也不只是看這一刻 因為不會代代都做農品 有方跟他說人們會吞食這個基金 所以就幫不了手了 但我們先看看資料 說公平不來的代表會 在決策過程中確保社區發展金 是用得其所 而且會監察他們的用途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如果沒有用到 理應這些合作社會會被人除牌的 但有方是看到也沒有人被人除牌 所以想問有方是 哪個國家 哪個合作社會有親切的情況 令到有人會被人除牌 還是有方認為 有違規的合作社和國家會繼續沽名叫喻呢?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成效 如果有方覺得這個資料都不夠 我看到有500萬人都受害受 請問還夠不夠呢? 多謝各位 另方第二負面發言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留不讀 請按照 yours 請 murảng 請 naar 請 再按照 小生 請 如果 八方同學微微麥麥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雀在位 大家好 來到義庫 我們不妨由幾個變題字眼去分析變態 就是一公平貿易 有風說可以改善不平等待遇 但是那些小龍和種植工人 根本沒有受惠到 哪裏有平等了呢? 有方解釋不到 甚至入了會的小龍說 他們的商品會在市面上銷售 最後都只是佔了市場總量的10%都沒有 例如咖啡大企業星巴克說 自己會支持公平貿易 最後入貨都只是入少少 既然小龍的商品買得那麼少 在市場上一點意價能力都沒有 又怎會改善到他們的不平等待遇呢? 有方還說他們可以賺多了錢 但我方一副已經說了 要交易行政費是多於公平貿易賺回來的錢 甚至舊金山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布魯斯懷迪克都說 公平貿易的長期力是幾乎為零的 既然交易行政費和賺回來的收入是完全不平均的 為何又會無緣無故賺多了錢呢? 第二,有效 有方就說要幫助大部分人的標準科克 但其實有方智商麻煩價持續 出了一個乘客這麼大 可以幫到很多人改善生活 但最後原來做不到 就是說我方標準科克 所以有方效扶貧的有效 原來只是無緣功夫做不到實際上的扶貧 其實有方到義父都沒有提及過大型種植員的月工 或者短期工如何受惠於公平貿易賺回來 而且還有一群沒有錢給行政費參加公平貿易的小龍 明明他們才是最窮最底層那群 有方根本不是針對性地幫人 沒有錢入會的種植員工繼續窮下去 根本不會等到全貧的一天 有方要聽清楚 其實行政費 我方一副說了行政費 就等於社會發展基金 但是原來社會發展基金 只是抽出了農民行政費的14%房樂基金 那福利就是指農夫要獲得 我要得的 否則公平外價 也只是退回行政費給農夫 所以用自己本身就少的收入 還要加社會發展 只會令本身三餐一的農夫 繼續窮上家窮 第三,扶貧 再作各位,公平貿易咖啡之前 還說要傳授給咖啡龍的技術 原來是要叫他們集齊500人 一起用人手摘一桶咖啡豆 這些都是原始無法提高收割的技術 收割不多,咖啡龍又點讚得多 但看看墨西哥先 他們有大型收割機器再加五個人手 就足足有兩大桶咖啡豆 所以無論是負販還是傳授機器 公平貿易咖啡是無一樣做到的 就算有筆不是出折爐 呼繳交行政費的社區發展基金 並沒有想過關鍵 購買機器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兩人發問 請政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明視咪 你會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同樣在發問時間到達前十五秒 我會有一丁的提示 也就是丁 同時間是時會舉起一丁字牌 時間到達時會兩丁 也就是同時間舉起兩丁字牌 現在請抬下同學視咪 視咪視咪請問現在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請問雙方同學聽得清楚 好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還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郵方主變跟我們說 其實那些利潤 只有1%會放在社會發展基金那裡 但是去到郵方議庫 就變成14% 不過不要緊 今天郵方最重要的是 郵方跟你說了幾次 原來你的行政費 只是減了那0.03美金 本身原來是那1.4美金 減到0.03美金的 凡請郵方計算一計算 那是不是去到郵方拿口中的那麽低 所以當我們見得到 其實現實上 其實郵方拿口中所謂的閉處 又或者郵方拿入不敷之的例子 根本就不存在 郵方拿也都沒有任何的數字的時候 今天郵方主變最後一條問題 跟我們說 是不是要幫助全世界的人呢 請問回郵方同學 究竟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好像郵方拿口中所謂 所有人都能夠受惠 又有哪一個政策 所有人都能夠 好像有無能 口中所謂那麽有效扶民 都是各位 郵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開始 叮 謝謝 謝謝 停 士咪士咪請問聽不聽到 停停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폭和我派出委會堂上回答 你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 準備好 請向我示意 可以 是 各位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有方的發問 有方先搞清楚 現在利潤是1% 所以有方聽錯了 有方又跟我們說 現在我方標準太高 說要幫到很多人 但我方從來不是說 你要全球每一個人都幫到 而是你現在最窮那班 都幫不到的時候 所以今天有方的定義 定義有效 是否只是覺得有好過沒有 根本無效符合呢 有方今天的立場就是 幫到少少人都算可以改善 但按照有方這個邏輯 香港行動了這麼多福利政策 是否代表有效解決了貧困問題 試問有哪個福利政策 開了出來是沒有任何成效的呢 所以今天有方要衡量 究竟是不是有效 就要看公平貿易 是否達到政策目標 可以幫到咖啡生產者 還是有方自己也知道做不到 才把標準開得這麼低呢 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 提出一位台下電源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 並試咪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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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但鏡頭可能要低一點 請問我可以嗎 請問雙方跟我聽得清楚嗎 好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聽 再各位聽了半場比賽 不難發現 有方同學作為政科 從來沒有論證過 實質上農民可以分到多少錢 從頭到尾都是說人工多了 但到底多了多少呢 是小農的人工多了 還是農民的人工多了呢 甚至有方同學以赴都出來承認 250萬人入面 只有150萬人受惠 在有方眼中 這班人是否就沒有需要扶貧呢 我方看到現在無論是門藥派 經濟發展協定小組 還是加州大學農業與資源博士Griff Green 都同意 單單是認證費 已經要2700歐元 就是那班小農足足12年的人工 請問有方 連小農都沒有錢的時候 那班最低層的人 有分到多少錢呢 要有效扶貧 到底有什麼方法去監管 那班小農乖乖地出足糧 人工不會被小農剝削 多謝各位 正方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開始 叮叮 因為 collide 如果 we begin 連動開始 全數個 MC司M 也不簡單 慢 慢 快 得太 karen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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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你还是幼着大视成维阿伯学的结果 農民每日是赚到1.02美元 不过都不要紧 我们再看有可能和我们讲剝削 但是一个剝削的例子都提不出 有可能嫌我们利润少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实质成效是什么 肯押起到25家学校 埃塞罗比亚帮到5000个学生 農民现在有五成的董事会席次 每个社区每年帮到十几万 是做什么 19%是帮基建 8%是帮到教育 我方的意义都说过 现在是多了设备多了更多的技术 是多了安全生产的效果 我们当见到每年加入公平团队组织的数字 是不断地上升的时候 有可能是承认的 250万个小龙里面 是150万个小龙是帮到的时候 说到这么差 为什么每年加入公平团队组织的数字 每年会上升 是不是非洲人劳性深重 越是喜欢被人压榨越兴奋呢 多谢各位 香港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开始 叮 它没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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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是 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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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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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限制什么?限制化学费 限制这些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是因为公平媒体是鼓励農民通过有机种植等等的方式去改变环境 去造成一个可持续发展 有方同学都已经同意说这个扶贫是要达接这个可持续发展 要达接一个长远的影响 而且有方同学跟我们说可以买这些咖啡豆给当地的公司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正正是因为原本他们卖给这些公司的时候 是要以自然价0.15美元每磅这样卖出去的 那就是对他们不利 而且今天整座有方同学很好笑的 主编推荐跟我们说是需要帮到所有有需要的人 标准那么苛刻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个政策做到这样的呢? 而且义父还跟我们说其实社区发展金是要由农民出的 但是有方同学社区发展金是由国际公平民组织去资助他们的 所以有方同学以公平民的社区发展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的时候 麻烦有方同学不要反驳我们 作答时间结束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见面准备时间 西方见面共有一分钟的时间作准备 开始计时 叮 紧张 沟通 国际 沟通 会 关 这 整个月 间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由反方截變做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向我示意 可以 老師可能要大聲一點 試咪試咪 請問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的 可以 Thanks 主席 評判助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可以保護到環境 但如果你跟足限制 例如不給農藥的時候 他就要用更加多人力去殺蟲 那你要請那些人回來做 你就要給得更加多錢去請人 所以最後 又是會增加了他們的支出 其實今天有方整場都很直線邏輯 有公平就可以提供生活所需 就可以自給自足自力更新 今天有方給了很多數字出來 但筆數字是究竟大到怎樣 幫到多少 筆錢是否真的可以大到 幫他們可以自力更新 又方稍後論證 其實今天有方有個很好的夢想 標準也很高 或者是自力更新 但按照有方今天的立場 就真的僅限於夢想兩隻節 其實今天有方都知道 那些農民窮是因為耳駕能力不足 但要增加耳駕能力就只有兩種方法 第一 農民做到產量又多又便宜 但種植咖啡豆從來都不是多勞多得 點到即止便可以 甚至那些商人有這麼多咖啡豆選擇的時候 你做多都選不到你 第二種方法 你產量少但一粒咖啡豆夠特別 但我方爾夫也跟您說了 有其他農民用高技術去種的時候 種出來的咖啡質量高一點的時候 那小農又如何夠它特別呢 所以今天公平民根本幫不到它高產量 又不可以令咖啡豆更加特別的時候 耳駕能力又如何提升呢 而今天大家對公平民的概念就是 很貴 有兩包朱古力 永遠都是公平貿易那包貴一點 但究竟有多少人會多給幾個水去買 質量又不是說好一點 再者 你就算多給幾個水 錢又是否可以落到農民手上呢 有方今天很矛盾的 說要幫助所有農民 有方說了很多次 最低層的那群根本幫不到 有方又說標準太高 所以今天是要有方論證你的有效 究竟要幫到多少人 以及如何幫助 如何幫助低層 有方對於合作者完全理解錯 合作者是由一群農民組成 之後公平民又會派人來管理 所以今天的行政費 是農民分擔的時候 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而今天有方又對社會發展基金都定義錯了 現在不錢不是農民想怎樣用就怎樣用 而是合作者的高層決定 所以即使公平貿易規定了 不社會基金是要幫農民去建水渠 或者灌溉設施等等 但就毫無約束力 合作者用在其他地方 例如建辦公室 有方又如何確保不錢可以落到小農手上呢 今天有方有兩個異常不道的情況 第一 一些錢都拿不到 媽媽買了一張會員卡 但會員卡有次數限制 媽媽不通給你用 農民和工人 不通農民就會和工人開心分錢嗎 所以今天有方口聲聲說到可以保障農民權益 但原來在右方眼中 那些低層工人就不是農民 就不需要受到保障 最窮的就繼續窮 需要保障的就不保障 原來這就是右方口聲的有效負貧 第二 拿了但又沒有了 今天媽媽給我10元 明天又扣回我10元 我今天是的確賺了 但到明天我又是被抵消了 好像農民賣咖啡賺多了錢 但之後又給各種的行政費 最後只會被抵消 所以今天有方從來都不是只要看他賺了多少錢 而是看了一些行政費用 才會得出最終賺取金額 但很可惜 我方講解了這麼多次 有方去到比賽尾聲 都是不懂做這條數學題 加上 連達蓋茨基金會發展顧問馬克里都同意 根本沒有額外收益的時候 想問有方公平貿易到底是扶貧還是越貧呢 今時今日有些國家政府 極力推廣公平貿易 每個人都覺得有出頭去做農業 但你扶貧 你是要把他們投入 幫他們投入更高的學業 但有方就反其道而行 鼓勵他們繼續留在這個學業 公平咖啡不公平 有方同學請你停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 發言無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辯作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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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判做到各位最後一次,大家好 在40年前,咖啡是苦的 但對於現在,但種咖啡是更加苦 可能一班黑苦的咖啡龍每天都是日曬於能 黑苦耕耘 但無奈,友方至今都仍然不相信 東平衛的咖啡所帶來的成效 而要塞你今天的比賽,我們不妨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在個人層面方面,正反雙方都拋出了很多數據 友方主意便說我們每磅的咖啡樓只會有1.4美元 1.4美元的收購價之中是沒有任何的錢落到農民手中 我方台上發文追問友方價錢是如何計算得出 但是減了多少行政費,減了多少宣傳費等等 但友方是沒有回答過 而看回友方同學23000元的價錢的認證費當中 第一,這些錢不是由農民出,我方也有說過 而第二,相信這些錢只是友方同學在玩弄數字 我方說到,我方二副提出,美國加州大學指出 每磅的認證費都只是0.03美元 相信友方同學只會將這個0.03美元 乘回該國家的產量,從而得到23000元這個驚人數字 我見友方同學在玩弄數字,溫柔私聽 而我方主面一開始提到的,0.86美元每磅落到農民手中才是正確的 我見友方今天數字混亂,我方處理數字更為清晰 在農民手上我先成一仗 而第二,在社會層面,在這個層面上 不難用四個點去總結友方,目光、客艾 友方二副就提到,公平貿易只有10%的覆蓋面 錢是不會落到農民的手中 可見在友方眼中,扶貧的定義 就只有覆蓋面和多少錢落到農民的手中 但在我們眼中,秀慧不僅是一個數字的負貨 更加是一個圓景和一種的可能性 我方就不同了,我方就更加長遠 我方的論點二,正正是說到公平貿易所得的利益 會有七成是撥入生產技術和機器 令到咖啡豆不能從質量和數量都有所提升 而另外的三成就會撥入社區建設 第一,就會籌辦學校,令到下一代的知識水平 第二提升,第二是會興建醫院 令到他們可以免於肩負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第三就是會建設技術學校 令到他們可以在中間之外有一技之長 所以有方同學說我們扶貧的定義狹窄 似乎有方只是沒有聽到我們說到的整個論點二 而有方今天如果需要論證的話 我方儀慧也有提到 但在埃塞羅比亞就已經有五千個學徒 六千人的診所是可以興建到 而有那麼多人受惠 全球也有五百萬人受惠於公平貿易的 公平貿易咖啡的計劃之中 而有方同學說到我們的覆蓋面 只有一個巴仙的農民 但是這個一個巴仙是可以幫到全球五百萬人 但至於非洲這個國家 非洲這個埃塞羅比亞 這個利子為例都可以幫到這麼多人的話 這個一個巴仙經過重重剝削 重重貪污是否非常之有效 成效是否非常之高呢 最後我們再講三個戰場當中的有效 今天第三個戰場裏面 有方一如是40年前的傳統新人 一如是這樣的黑博 就著有效一詞處處刁難 說到我們250萬 咖啡農有150萬人可以從中受惠 都不叫做有效 但是如果有方落回自己 將相同的論證策 不解釋有方自己 似乎有方都是論證不到 如何才為之有效 究竟是 無論有多少個學界權威 還是國際社會從來都沒有一個實數 告訴大家 究竟是多少個覆蓋面才為之有效 可見有方追求一個涵率比例的實數 無疑是問到於盲拒人所難 最後想跟大家說回 真正有效與否不是講求一個實數 而更加是注重社會的正體反應 我們見到有什麼都說到 全球最大的連鎖店星巴克 而還有咖啡世家 太平洋咖啡都引入了公平的咖啡時 那是否代表公平的咖啡是有效呢 多謝各位 政方見面貴而無消時無需扣分 比賽這裏告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及雙方合分員作聯落 處理分子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都會請三位評判在填寫分子後 逐一作出評議的 那現在請對賽相關可以先等候一下 另外佛大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先選出最佳 三位最佳的辯論員 分別比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如下一位得10分 如果評判在填寫後分子之後 也可以在checkbox上跟我說一聲 謝謝 那現在為了我們先請黃均豪先生 或我們作出評語 有請黃先生 大家好 那我就著三個戰場說一說 第一個戰場就是 對於一群農民來說 究竟他們的收入提升 或者他們的生活有沒有好了呢 然後正方一開始的說法就是說 就是他現在總之這個 就是所獲得的錢變成1.4美金 然後之後 然後他帶落袋的有0.85 之後呢 就比以往多了三成 然後收入就高了 而反方的說法呢 就是說 他那些錢 有機會要拿來去 去交那些 是不是交行 不是行政費 要交一些 中間 中間 看看 0.03 總之反方的說法就是說 要交 就是中間要加些 差價或者錢 但是問題就是到後期 那 反方的說法就是 需要額外的先進設備 然後之後或者可能要沒有農藥等等 那些要一筆成本 然後會在那些農民的錢裡拿走的 但是當正方問你 那 究竟 就是我現在計算了的數字 就是1.4減完之後還有0.85 那反方你現在被人扣了之後 那還有多少錢呢 那 反方說法是說賺多200元 每年只賺多200元 但是 一付的時候 那你就說其實 那些 行政費 認證費 是的 認證費這些呢 其實是合作社去交的 那 所以其實農民帶落袋的錢 那究竟實際上 其實是不是多了呢 那這個位置我會偏向正方那邊的 然後 接著到下面了 就是 就是到後來有個說法就是 正方說的數字就是250萬人 250萬個農民裡面有150萬個幫島 然後反方都同意這個數字的 但是究竟 反方都說未夠 接著之後就說這樣 未算是 就是幫助到 貧窮問題 或者 不代表有效扶貧 那究竟去到多少才有效扶貧呢 那 反方到後場有個字眼的 就是說 一些小農 接著之後還有一些農民 但是 但是 我字面上是理解的 他們應該是同一班人來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 就是在這個公平力之下 那他們就會可能 會收不到錢這樣 那或者一個說法就是說 其實合作社的錢都是要農民 他們一起交下去的 那但是 就算是這樣也好 那就代不代表他自己的人工 是不要多到呢 或者是這班人叫做幫不到呢 那或者反方究竟要去到多少 才叫做有效扶貧呢 那這個都 就是都需要講清楚一點點 然後到第二個戰場了 就是 那個長遠發展來講 那首先這個社區發展呢 那正方有交到一些 就是例子 叫做講一下 就是譬如起到什麼學校啊 或者可能有什麼資源增加 然後之後 但是到後場呢 就只是說說我現在起多了 家學校 然後可能有多兩本書 但是主變你明明有說到就是一些 就是可能整個 就是Generation這樣 就是我這一代有得讀書 下一代繼續這樣才能夠去改變到 那這個位呢 到後面正方其實 就又沒什麼去推進的話 那這個位就可惜的 那而反方去說說 就是這些錢 有很多會被人拿了去建 就是我合作社 很多拿了就是拿去建辦公室 以及拿去請人 然後就沒有丟進去一些教育資源 或者沒有丟進去社區資源 但是首先就著正方的資料 那其實你都沒有反對過 那而且就是我作為一間機構 那你說就是你有個資料的就是說得 一個巴仙是下了去 就是下了去真是去建設施 但是他其他部分去建合作社 但是代不代表 那但是首先這一個巴仙 就算是一巴仙扔下去了 那是不是代表做不到事情呢 那再者就是你去說說 就是建合作社 就是剛才說辦公室 人工那些 那其實就是我要開一間合作社去運作 那其實有這些成本是不是都是合理的呢 因為可能本身夠錢已經小了 就是可能本身農民交上去合作社 合作社本身夠錢已經小了 那所以就算他可能拿了大部分去建好 那他有其他正餘的 勝餘的可以做社會建設 那其實可能都是一種效益來的 那但是當然了 政方今天就是不是好 就是不是好提 就是沒有就著剛才那個說法這樣做 那所以這個話純粹給少許建議反方而已 就是對於分數沒有影響的 那然後到最後第三個了 就是都後期有個說法 反方有個說法就是說 就是你要他入公平貿易 就是要那些農民入公平貿易 其實是限制他的種植方式 例如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簡單製作 然後之後說為了質素提升 然後我就要你不可以下農藥 然後化肥那些又有限制 那政府的說法就是為了可持續發展 那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是可以的 那但是回看一條辯題 就是負不負貧 那如果整個公平貿易之下 我們要追求很多質素等等那些 那然後就是要一幫農民 那他們要就範的 那可能他要用多些成本的 或者怎樣的 那其實對於他來講 他對於一些農民來講 其實會不會 就是純粹是 多個途徑 那但是 就是質素可以提高 那這個是可以的 那但是對於農民 他的那個扶貧 或者他的錢來講 那究竟是不是有幫助呢 那政方就簡略地說了 我們可以長遠發展 可以可持續 那但是如果反方可以就住這個的話 可以多供一點點就是 你要求他們去質素提升 質量提升 那是增加他們成本 他們短期都捱不住 那還怎麼說長遠發展呢 那可以就住這個位置去做多些質疑 那然後 是的 那所以整體來講就是 在數字和論證方面 那數字方面 看今場大家一些資料上運用 都是 就是都聽到不少的資料的了 那但是就是 就是這些資料以外 可不可以再做多些的推進 就是你們自己前場開了短期長期 那短期他的生活質素提升 那都聽到的 就是兩邊都有提的 那但是長遠來講 那那些咖啡狼 那以後 就是可能他們會不會在數量質素 或者他的生活品質上面 長遠的提升呢 那這樣 然後這個也很期待大家可以再講多一點 是的 就是我的評語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王君雄先生 那之後我們可以請何嘉穎小姐 為我們作出評語 有請何小姐 是 那我首先從兩個部分去講一講 今天雙方 那首先在主線上面 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正方和反方 他們的主線都是很清晰的 就是正方呢 今天就是在講 就是說 那個 比較是著重可能智力更新方面 社會的智力更新 以及可以增加那個小龍的收入 而反方就是在講 就是 他們那個的收入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 他會為及到小龍 因為其實合作社 他已經是抽取了很多的利潤 在這一部分上面 那其實我覺得 主線上面呢 兩方的主變呢 其實都是 說得比較清晰 但是略嫌可惜的位置呢 但是去到一副和二副呢 無論是兩方 就是正反方呢 其實都很少去就著主線 有什麼追蹤的一個推進 都是比較著重於 可能是數字上面的反駁 以及可能比較回應 去可能對面的一些質疑 但是就少了可能自己的那個 論證的主線 特別 尤其是是正方 他們說的那個智力更新 其實可能去到 負面一副二副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沒什麼聽到 是去到可能台下才會聽到多些 說有機耕作等等的這些位置 但是我覺得可能有機耕作 這些等等的位置 都是一些比較強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早點出的話 應該就可能就會是 更加去有效你那個方的論證 而至於在主線上面的準則 其實今天正方都是給出一個 很準確的準則 或者一個很清晰的準則 就是說見到有變化 或者是幫到那個 那些小籠的一些收入 其實就是已經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扶貧 去到正主的時候 其實甚至都有嘗試去質問 就是反方的那個準則 而反方其實由主片去到前場 都是比較少 就是就著自己的準則是什麼 而去作回應的 是去到可能台上的位置 才會聽到其實有方同學 不是有方同學 是反方同學 都會是比較可能著重 就是覺得 是要 要見到真是有很大的進步 還有有說到就是說 我記得有說到就是說 其實任何的政策 都會是有大量一些的改變 但是要去做到有效 除了是有改變之外 其實是要見到是真是 要達到他那個的目標 就是他走出來政策的目標 這些的準則就變成在後場才聽到的話 就會令到前場可能流於一些數字上面 或者一些淺層上面的反駁 而少了一些可能關於核心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立場上面的一些批判 這個就是主線上面 而去到反駁上面 其實今天雙方都比較多 在一些數字上面的反駁 或者數字上面的質疑 就是包括可能一些認證費是怎樣來的 接著反方又可能說 其實要12年 小龍才能回到本 等等一些數字上面的質疑 但是聽下去就會略為是有些泥沼 而原因就可能有兩個 第一就是可能雙方沒有很直接去比較 雙方數字的那個差別是什麼 今天政方比較著重的就是 增加那個收入 看到可能整體上面的數字收入 有一個明顯上面的改變的話 那他就覺得為之是有效了 而反方今天就覺得其實看到收入是有改變的 就是那個總數是有上升的 不過他們著重的那個位置就是 在於他們覺得其實中間這一大筆的收入 其實是被這個合作社抽起了 這些合作社是用來可能建一些辦公室 沒有真正去遺及到這些小龍身上 所以今天如果政方要很合理去直接比較的時候 可能就要多些去質疑 其實今天這個合作社 他有沒有真的去幫到這些小龍 包括可能 政方可以研究一下 可能這些合作社會不會去擔任了一些統籌的角色 因為前面那一場都有擔任評判 他們都會有講到其實這些合作社會去統籌去研發一些新的科技 那這些科技包括可能會縮短了一些收成的那個時間 令到那個收成的時間減少的時候 就會令到那個成本效益大大去增加 就是這些就可以突出到其實今天的合作社 並不是可能反方講到那麼差這樣 那這些就會是比較可以強一點這樣去直接去比較到雙方 不過由於今天反方也是沒有提出到關於合作社的比較 所以剛才那些都是一個建議而已 沒有因為你們沒有講到而去減分 而至於反方為什麼做一些直接的比較呢 那就可能去多講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因為今天反方可能比較留於在一些可能實質情況上面 但是因為實質的情況其實很容易可能隨著一些可能政策上面的改變 而去可能有不同 所以其實如果想更有效或者站得更穩 那個立場可能就會講一些可能一些真的根本性的弊端 例如今天可能一個整個公平貿易咖啡豆的運作 會不會其實就是很大程度上其實可能一些合作社 或者一些跨國公司是拿了一個很主導的權力 因為他一定要去將這個推廣去國際的時候 他們就會佔一個比較大的角色 而他們佔比較大的角色就會令到可能整件事比較商業化 或者沒有辦法真正賣到小龍 這些都是一些沒有辦法改變的一些核心因素 所以令到小龍可能就會容易被壓榨 就是這些根本性的一些因素其實可能反方都可以研究一下 多一些去推進就會令到雙方可能有多一些直接的對質和反駁 而第二個可能的進路就是可能雙方在那個論證上面 都可能去多走一步 就是包括可能就是根本性的問題 還有在可能在負面都多數就是會質疑 可能叫對面解釋清楚某一些的數字 但是可能問完之後其實都沒有任何的一些追蹤 或者沒有任何去捉到說對面原來是沒有答到的 或者其實那個數字是有什麼錯誤的 可能這些都是嘗試一下 就是可能不是除了問之外可能多一些的論證 那就會去聽下去就會更加好 那這些就是但是我覺得總共來說 其實雙方都是今天都會看到有去嘗試去真的去反駁 或者嘗試去令到可能多一些去比較的 所以大家都做得挺好的 那評語就大概是這麼多 謝謝何嘉穎小姐 那最後有請莫曉儀小姐為我們作出評語 有請莫小姐 好大家好 那因為前面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內容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簡單說兩樣建議 那大家可以快點去吃飯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反方的主線就很大路的 基本上都是打這些的 但是正方本身你第二個論點給了一個很大的期望 就是你會說到原來現在這些這樣的公平貿易 會特意去幫他們下一代去做一些發展 令到他們下一代不用再在這裡種咖啡豆了 但是當你開了這麼大的期望 哇知識改變命運 那就是未來就可以完全脫貧 這樣不是這麼簡單多了少少錢 不是說我每磅咖啡豆買都幾毫子買都幾元這麼簡單 但是去到後場去到一虎二虎都沒有跟進的 是的 那結果去到傑典才開始重提一點點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就是你就變成了全場就會一虎二虎 都是一直在跟對方爭論 到底150萬超過250萬 那是足不足夠啊 叫不叫多啊 是多還是少啊 叫不叫做輔助 那我就會覺得這些是一些很無謂的爭拗 其實上場和今場都是一樣的 因為呢 就是都有做上場的評判啦 都是同一條片看 因為呢 公平貿易咖啡豆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它太多地方了 那所以呢 你們出來的資料可能 其實大家說的資料都是對的 但是只不過可能它是一個地方 可能它只是做了一個非洲國家的研究 有些就做整個非洲的研究這樣 那這個數字就會有很大的出入或者分別 那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去爭論這些數字的話呢 反而這個意思是不大 除非你那個數字是一個極有公信力 極有一個權威性的機構 是一個超級大的機構 做了這個全球的研究這樣 那就會有一個凌駕性在這裡 但是否則的話 你們不斷爭論幾毫子的數字呢 我個人認為是沒什麼意思的 是的 那所以我覺得你們後場就變成了 不斷爭論150萬是多還是少 還有不斷爭論是0.85一磅 還是3毫 因為一天賺3.6這樣 還是市價是9元 那你過4 然後最慘的是過2 那賺多2毫子 全年都不夠吸引行政費 然後就不斷在這裡玩數字了 而這些數字玩下去是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我是分不了你們誰的東西 是的 那接下來就是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呢就是 先說一下我的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 所以想大家想想長遠一點 想想一些有什麼是你一定會贏到對方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如果你知道是泥沼的話 找些東西頂一頂 打一打你就走了 走去打發自己真正的強威 就不要和別人糾結在細數裡面 好了 接著第二個建議就是用資料的問題 是的 我是一個對資料很執著的評判 那麼大家呢 反方的問題比較嚴重 就是你很容易會自己說出一個故事出來 然後用別人的說法套進你的故事裡面 譬如說你有 你去到義父的時候你會 這個情況不是義父 應該去到台下 你們個人變位都有的 但是台下的位置是很明顯的 還有 義父 我不太記得哪個位置 但是我有寫下 就是你們有個位置就會說 他們因為要 有個權威就說他虧了錢 然後又說因為他們就要用那些不知什麼 不可以斬樹 所以他收成就大大下降 但是一來你又沒有很確實地告訴我 他虧了多少錢 那是不是真的虧了錢 虧了錢 就是用中文的角度來說 虧了是零 那我就會很震驚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虧了呢 然後我又不太知道權威是不是真的這麼權威 然後收成大大下降又下降多少呢 還是只是你說大大下降 其實是下降少少呢 然後又會說 因為現在不可以用殺蟲劑 那就要請別人來殺蟲 於是請了別人就沒有錢了 那我就會有很多個問號 我就會覺得 這些是你想出來的? 還是真的有資料這樣寫? 真的有研究報告這樣寫? 那我就會很大很大的問號 不斷冒出一些的問號 然後你就會補一句 所以哪一個權威都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就會覺得 那到底這個故事是有資料寫? 還是權威說? 還是你作出來 然後不是說你作 就是你自己推論出來 然後可能誇張化一點點 然後再加權威去作證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想避免評判 有這個疑問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 有資料內容的 先講資料內容 然後再講一份資料 然後再補到權威 再幫你加強你的論證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存疑 就會有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然後最後一件 不好意思 變成了三件 就是傑辯說了一件事 就是反傑 說增加他的耳鑑能力 就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增加產量 第二個就是把他的產品變得更加好 那麼 政方是沒有提出質疑的 但是本身我看到這條辯題的時候 我會以為 我會以為你們的爭拗點 反而是在這件事上 因為公平貿易咖啡豆 就是我的理解 我本身對於這件事的認知就是 小龍就是他們很小 所以他們的產量很少 所以他們對於一些入口商來說 是你不給就罷 所以就會被人瘋狂壓價 於是他們的耳鑑能力很低 所以就要靠一些合作社 公平貿易機構 去幫他們組織起來 讓他們成為一個更加大的一個團體 從而有一個耳鑑能力在這裏 而這件事當反方提出了之後 我是不會覺得很有問題的 只不過我會覺得 那政方出來一定會打 但是結果是沒有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其實政方你是 這個位置是可取的 就是如果他只是說 你一是就剷多 一是就剷好 才是唯一的 提升耳鑑能力的方法的話 其實就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我本身以為政方會打 但是反方呢 打完之後就沒有反應了 而這個位置想提提反方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本身沒有想過 如果政方有機會打這件事 但是 在我覺得政方很大機會打的時候 我覺得你出這件事 它應該是一個弱位來的 而我覺得如果結辯 抽一個弱位出來 砍頭的話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你們打的時候 就要小心點 不要用了自己的弱位來開頭 這樣 對 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評語就是這樣了 謝謝各位 謝謝麥曉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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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賽果公佈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二副辯 楊光耀同學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面題是 公平貿易咖啡能有效扶行 由正方瓦莎書院對 反方藍田聖補錄中學 正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換言之賽果為3比0 由正方證出 恭喜